大家好,我是乖修餐 而且这个退潮和弱势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也是有所演绎到 为什么呢 因为老龙头倒下 新的龙头没有产生 而且呢对于相应的板块指数来讲 又有区别对待 那么我们先看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的话呢 其实大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呢 当前这个位置它是属于 比如说低点和低点相连 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是属于这样的斜向上的通道 那么靠近通道的上沿 找卖点 靠近通道的下沿找买点 如果说靠近下沿找买点 哪怕买错了 破了140的均线 破了下方这样的一个通道线的下沿 反正没沾上 你纠错 你也不会亏太多 那么靠近上沿找卖点 即便呢后面 找卖点之后 又来一个真突破 或者又来一个假突破 但是呢只要说保持强势 后面的话呢 板块内部还是会有轮动的机会 让你去捕捉 比较尴尬的是什么呢 一次又一次 高潮之后第二天冲高追 追过之后立马被套 然后呢 等呀等 等到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个股的话呢 侥幸解套了 要么更多的是没有解套 所以说呢 还是按照一定的节套来 这对于数字 货币板块指数 用这样的通道的一个视角去跟 当前在半盘的位置 然后呢 像今天 它是一个无形当中 它是一个直接低开下探的 这样的低开下探的话呢 上一线比较长 它是一个十字星 又面临再度变盘 再度选择方向的一个节点 只不过像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如果说向真的继续 继续向下 回落的话呢 如果说量能不缩 没有明显的缩减 靠近140年局限的几点 它反而 调整过之后呢 调整之后 反而有新的 合适的机会点去跟 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向上量能是缩减的 那么前高附近已经呢 通道线上沿附近 也不能去追 因为当前的位置呢 它就在上沿的节点上 好 这输入后币指数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再去看 例如像大数 据板块指数 那么大数据板块指数的话呢 咱们前面在这位置讲到呢 它虽然说这两天反正比较前 它是属于破位反抽 不管是均线 还是从趋制线 还是从平台 那么反抽过程呢 当前连续的调整 我们会发现 给出连续的这种小阴心 小阳心 两种缩减 所以说对于大数据 指数来讲 这个位置 一是破位反抽 而后呢 再进行走弱 当前走弱的状态当中 带有一定的 资金轮动 或者是试探 但是当前是 比较弱的一个表达 那么如果说回落下来 靠近前面低点的位置 我们再结合 残论结构来去看待 列出的话呢 我们用 五分钟的残论结构 来去观察 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后面 以 前面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高点 这个高点的话 甚至可以当成一个 破位反抽的这样的一个卖点 这个位置 如果构建一个五分钟中输 而后再走一线下离开断 前低不破 内部有被迟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可能还会存在 新的短线的机会点 为什么呢 这个位置下跌 和前面这个位置下跌 相比较来讲 力度有衰竭 好 这是大数据板块指数 然后我们再来看 像软件服务 软件服务的话呢 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态度 也是属于破位 反抽 这个位置走弱 走弱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结合 残论结构的一个视角来讲 这个位置 当前是可以当成一个 五分钟中输入 逐渐 再走一个线下离开断 然后再对比前面 大概的会发生被迟 所以说对于数字经济方向的话呢 一个是随着脆微股份的 不再强势之后 那么连续几天 它整体是属于分化 或者是以分化和调整为主 在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 还是耐心等待 要么是风向标形成 要么是整个板块 联动性比较强 出现方量 没有出现这种信号之前的话呢 那么就从内部的节奏 出现新的被吃买点 再去跟 好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态度 然后结合个股 例如像 齐天科技 那么数字货币板块呢 今天只出现一个涨停板 涨停板的话呢 就是齐天科技 那么像齐天科技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它的一个节奏 第一 从技术面 从基本面的视角来讲的话呢 它的业绩是一般般 而且的话呢 从2022年的1到 2022年1月12日 对于2021年的年报预报 它是减亏 减亏还是属于亏损的一种状态 经历的亏损3.4亿到4.9亿 这些说没有 强大的意义之声 那么对应它的一个定性的话呢 只能用短线的视角去跟 那么再结合它当前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一 从趋势线的视角来讲 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当前的话呢 它是到了这样的趋势支撑界点附近 也是140年级级级附近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手边涨停 出现涨停板过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大的方向 它是属于这样的震荡 平台的靠近下沿启动的 但是向上的话呢 因为它本身没有一级支撑 只用短线的视角 或者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 这个单阳不破的话呢 以今天的掌停板为观察基点 那么下方的话呢 这个掌停板 下方它又有这样的一个小的 一样交替一个五分钟输 所以说呢 如果说用单纯的K线语言来讲 用单阳不破 大的一节奏点呢 140年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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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如果说没有出现 这个位置的话呢 最起码上上不去追 如果说回落 如果说墙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接触 也是涨在半分为附近 比如说墙上不去追 有个五分钟现在回落 不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可以当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用短线的视角低级高炮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例如像金正股份 那么金正股份的话呢 其实之前有过跟踪和点评 当时点评的节点呢 也是在收摆的时候 用单阳不破的一个节点 其实这个下方是有平台支撑 有平台作为突破 好 尤其是在他出现 这样的一个掌停板的时候 当时对应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下方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的 平台突破的话呢 用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一个是掌停板百分为 一个是贴近五军 那么当前呢 他的量能是保持住的 量能保持住 而且近期倒是属于阴阳交替 那么下方的话呢 当前是围绕着五军 上下进行波动 对应的一个策略也非常简单 下方的话呢 一个是向前面高点的一个节点 也是靠近13年均线 作为一个观察级点 例如像前高的一个位置 在15块5一带 也是靠近13年均线 如果说回落 此处不破 阴线用低吸高抛的一个视角去跟 如果说后面破了 前面这个位置 对应呢 把甚至把这一天的 2月9号的这个阳线的 掌停板的尸体都给覆盖掉了 那么由防范由强转入 短线的就可以纠错 如此而已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海联金会 那么海联金会的话呢 咱们前面对他的一个 应对态度的话呢 很简单 第一大的方向来讲 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形成的通道线的下沿 也是趋势之声 上方的话呢 高点和高点相连 那么靠近上沿找卖点 靠近上沿找卖点 屡市不爽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无形当中 他也呈现一个顶分破五军 而且是偏强顶分的一个范畴 只不过呢 他的一个推演的话呢 对应的像今天是右下星 右下星输量 而且呢 MSD又呈现了 初步的MSD顶背的一个特征 所以对海联金会的话呢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通道 震荡的一个格局 就是靠近下沿 如果说呢 靠近八元一带 能够撑得住 而且量能呢 能够维持住 不要继续输到 只要不输到前面 这样的一个程度 靠近下沿 可以找买点 找买点之后呢 同样 即便后面又破了 反正站不上来 或者是破了 怎么办呢 纠错 不破的话呢 在这个区间之内 用这种震荡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跟 好 这是一个思路 就像下 这是一个观察级点 那么对应的 如果用禅论结构的 一个维度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 甚至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列桌虫 7块3 这个位置就可以当成一个 五分钟的中枢组件 只不过呢 需要注意一下处理 好 后面的话呢 只要说 超短线的一个视角 前面低点只要不破 它甚至还是有机会的 给出阳线反暴 但是呢 阳线反暴 即便向上的话呢 靠近大的通道线的上沿 也算找卖点了 但是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 真的当中持续往下 然后的话呢 靠近八元以带的位置 内部有被迟 然后呢 通道线的下沿的基点 那么找 找它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从军线的视角来讲 就是下方的34天军线附近 是它的一个 当前运行节奏的一个观察 重要的观察基点 海连机会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 脆微股份 那么脆微股份的话呢 就不用多说 今天的话呢 又差一点跌停 而且这个个股 它是属于补跌性质的 那么补跌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前面在这个位置 就讲到了 所中 有的顶多手下股均 没有的话呢 不能找山上 不能找买点 以找卖点为主 当前的话呢 是属于补跌的一个范畴 所以说什么时候能够止跌 还能有没有 再处的强势反暴 不用去猜 不用去想 没有任何意义 一旦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尤其是连百周 出现这样的一个冲高 不能涨停了 其实就是卖点 卖点过之后的话呢 尤其是短期翻了几倍的股票了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属于高速不胜寒 那么这个补跌的话呢 只不过观察 观察它的视角 就属于 如果说它补跌在延续 而新的龙头又没有形成 那么呢 整个板块可能还会 继续弱势或者是分化 如果说这类个股的话呢 下跌过之后 后面呢 有资金 接力 不管是有资也好 还是说是 有这样的一个波动 有新的 其他板块当中 其他个股呢 有出现新的连百的股票出现 或者是有出现连续的 有量能的一个体现 那么整个板块 才有可能会转活 所以说呢 当前吹油股份的话呢 就属于补跌的状态当中 高速不胜寒 当成板块 资金的一种情绪来去观察 没有操作 没有低息 就是不建议去抄底 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属于高位补跌 好 再看熊帝科技 那么像熊帝科技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前面也看到有 粉丝留言 首先呢 像基本面来讲 它是属于扭亏的一种状态 好 你基本面是属于扭亏 然后从技术面的表达来讲 它也是从前面的15块钱一袋 冲到44块8 也是属于短期翻倍的 那么这类个股的 它的换手达到35% 高位换 高位高换手 是属于油脂在进行 进出的这样的一个个股 但是当前的一个跟踪节点的话呢 像今天 昨天常上有 今天的话呢 是属于阴线破五菌 它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顶分 破五菌的一个状态 那么像这个个股的话呢 对应来还是要避而远之 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那么从节奏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怎么去观察呢 像这一支个股 它是有它内部的结构的 这个结构是什么呢 下方有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30分钟中枢 当前这个位置呢 可以当成一个5分钟中枢来去看 什么意思呢 这是涉及到操作级别和 应对的节奏 如果是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对应的 2月14号的地点 什么位置呢 是33块9的位置 作为一个观察地点 如果说呢 后面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小阴星 小阳星 然而始终不破前面这个地点 下方的缺口也回补不了 那么呢 它完全可以调整过之后呢 再给出阳线反暴 或者是 在网上给行高都有可能 但是一旦破了这个位置 那么对应的一个 节点的话呢 那么单阳不破也失效了 就是也破了单阳 通时的话呢 这个位置若不破 可以当成5分钟中枢组件 再走向了地点段 如果都破了这个位置 防范的是从44块8的位置 为观察点 走一个反向的 5分钟的组织的形 也就是反向了一笔下 这是要防范了 如果就是30分钟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后面一笔下回落看它和前面 用30分钟的一个节点来去观察 例如说 对应的如果下方30分钟中枢的一个节点 例如说在27一带 如果是之前一笔下 三分现在下回落 这个位置不破 内部有被磁 它可能会存在一次反向上的动作而已 只不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通 一般高位高换手的话呢 它的波动幅度会比较大 而且的话呢 短情的位置并不太具备优势 如果说在结合均线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下方13年均线不破 短线还能够保持震荡 破了 那么的防范走路 同时也是单阳 破为单阳 好 而且这种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按照咱们前面讲过的一些方法和经验来讲 连续两个涨停板之后 后面一旦冲高不能涨停 这个位置就找卖点了 根本就不会等到 不会把握所谓的最高点 也不会等到后面 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已经在找它的卖点了 只不过呢 这个这一只功能 它又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讲 它有两个缺口 都是属于突破型缺口 后面呢 突破型缺口主要不挥补 还保持强势 一旦挥补掉 那么就会转弱 这是一个从缺口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 好 如此而已 好 这是兄弟科技 然后呢 说做总结 总结的话呢 一个是观察整个 列入像数字货币也好 包括呢 像搭数据 人工智能 软件服务等等 要看整个板块的一个联动性 有没有明显的方量 这是第一点 没有方量的话呢 那么整体来讲还属于弱势当中 第二呢 有没有新的风向标形成 目前来看呢 数字经济从脆微股份 不能保持强势之后 整连续一周吧 连续接近一周 三天 它都是属于 分化 加上这样的调整 分化调整 那么局部个股 如果说按照自身的一个节奏 买点买卖点卖 你要是本身位置不高 一页就支撑 你完全可以持续去跟 降成本 如果说本身没有业绩的 建好就收支 要跑就跑 不要去扛 好 这是对于数字经济的一个态度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一句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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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